你知道嗎?兩個人一起訓練不僅可以提高效率 還可以為情侶間的關係加溫 進行雙人鍛鍊時,會產生非語言模範感 使你們步調即呼吸一致 並在重複練習中找到節奏 加強戀人在心理上的情感聯繫 並給予人一種對關係的承諾以及安全感 那麼就讓我們來 進影片看看什麼叫做情侶升溫訓練吧! 嗨!大家好!我是LBN 大家還記得之前年末的影片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到女神潘潘一起來參加檢定考嗎? 是! 好吃潘潘! 對! 真的! 很難! 其實很難吧! 很難! 3公斤 3公斤很難!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又邀請到潘潘 與他的男神奶油哥哥 一起來分享情侶性的訓練菜單 讓我們歡迎他們! 耶! 哈囉!我是范范!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哪有一個人楊子黎 OK!好!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詢問兩位覺得情侶一起健身的好處是什麼? 情侶健身的好處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可以加速分手 哈哈哈哈 可能趕快認清你跟這個女人到底適不適合 個性上 不合的話 在從教動作的時候就會發現 因為你可能會狂被嗆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套動作好酸喔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我們不適合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還在一起嗎? 其實我們今天剛在一起了 其實我是屬於那種比較委屈一點 哈哈哈哈 他如果生氣我就是忍下來 就好沒關係 沒關係 換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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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現他真的是很適合你的那個人 match 健身讓你們match match 你好虛偽 哈哈哈哈 他不然有感受到 跟奶油哥哥一起訓練的好處嗎? 就是 你說我虛偽你不說我看啊 一直吵架啊 哈哈哈哈 但這應該是大家情侶之間就是 其實一起訓練多少都會有吵架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 很多人一定都知道 就是大家在一起啊 然後最難教的學生 永遠都是另一半 是 這個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如果有另一半帶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時候可以不用去想自己 要有點辛苦 對啦 因為有時候像他懶得想動作的時候 他就會想問我今天的菜單是什麼 不然他就是跟著我一起做 然後我懶得想菜單的時候 我也會跟著他一起做 就是嘗試一下不一樣的訓練 因為有時候他的東西不一定我平常會做 我的東西他平常不能做 對 對 那個真的 那男生需要練翹臀嗎 是懶得要 你需要耶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要生氣 真的 男生有翹臀超新的 對啊 假裝生氣 他會到我面前 然後看著我 看著我那個打拳的教練 就說 阿莉又屁股真的好翹喔 哈哈 所以 所以 就是真的 就是互相對話一下對方的訓練賽馬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其實 一起訓練 還是有好處啦 不會一直吵架 一點點啦 一點點好處 哈哈 那我們頻道先關心 哈哈 OK 好那我們就去訓練吧 那我們今天帶來給大家示範的動作呢 比較跟平常大家傳統的那個重量訓練比較不一樣 我們比較 那種複合式的訓練 然後是用 我們是用啞鈴來做今天所有的一整個訓練 對不對 對 尤其是我們過完年呢 大家大吃大喝之後 可能會有微微的發胖 微微的發胖了有 所以呢 那我們的動作呢 不要只局限在一個部位而已 我們一個 我們用一個動作然後做全身 所以是複合式的訓練 來看我示範 我們拿著啞鈴 起來 我們在空中頂起來 換 換 換 我們為什麼會說這個是複合式的訓練 其實我們在這個動作裡面呢 就會帶到我們的背肌 還有我們的腿後跟腿前 還有臀打肌 你們說的翹臀 對不對 來 最care這個 請問你們在一起多久 我們在一起 剛滿五年 是 那 我們在一起這麼長的時間 正常要怎麼保持感情的熱度 感情的熱度喔 沒有熱度 沒有熱度 我覺得感情熱度 我們的相處比較 好笑點 我們會互診 不會互診 就像可能他可能在做菜 然後可能就是 呃 等一下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要保持一個新鮮感 然後或者是我們要常常出遊 它是一個陽光之急 它只要有陽光 它就會開啟 所以當它暴怒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拖到太陽之下 對 對 我們到 哪有可能開心呢 這一句 哇 好瘋啦 好瘋啦 好開心 嗯 它好像 只要有我在身邊 它就很開心 OK 卡卡卡 我錄不下去喔 OK 我們第二個動作呢 就會變成兩個壓鈴 那我們一樣呢 是 踩公布蹲 對 來試一次 對 這樣嗎 好 然後現在推回來 推回來 頂回來 每一個動作頂回來一次 然後要記得喔 你的上半身 然後跟你的大腿 最好是呈現一直線 然後跟地面呈現90度 是最好的 好累喔 一樣呢 我們是維持 這個動作可能比較累一點 我們就做 40秒 然後休息30秒 OK 來囉 預備 GO 我們情侶之間吵架的時候 通常都是 誰會先道歉 啊 那還用說一定是他要道歉呢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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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錄節目 不要那麼直接幫我 我聽你 喔 沒有啦 通常是 我會先道歉 因為我歌姓比較硬 等一下 非常硬 跟他的肌肉一樣硬 你知道嗎 硬邦邦 沒有我覺得其實 不管是 誰對誰錯 兩個人想要走得長久的話 男生先道歉 等雙方都冷靜下來以後 再來聊 對 再來好好的講 因為在衝突過程中 很容易就是 如果一言不合怎麼辦 那其實如果你們是很適合的 但只是因為一時的糊塗 就失去了這個人 沒有考慮出書嗎 大家可以來聽聽 就是小奶油 談感情 我就是一言不合 就分手的人啊 對 然後我就直接會把那個衣服 掃出去 丟掉 他每次第一句就是說 你滾 然後我就會說 嗯 好 我有形象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比較細句話 他是說 你滾 然後他就把衣服說 我幫你收好 我幫你裝到行李箱裡面 出去 所以我覺得男生 要沉得住氣 對 要走個長久 要好 我們待會兒慢慢聊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是 手臂啊 核心 腿都做了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背擴肌的訓練 那所以我們是用啞鈴來做 我們單臂划船 但是是做辨識的 怎麼樣辨識呢 來 我們先要 女生版的話 腳可以伸直 打開核心收穩被打直 然後這樣撐著以後 核心收緊 往上提 對 然後男生的呢 比較進階一點 我們一樣還是要帶到我們的 腿部的訓練 一樣核心收穩保持平衡 往上收 要稍稍做一個重心的轉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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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呢 其實對女生很好 因為 很多女生呢 她們會 可能女生天生下腹 脂肪會比較厚一點 所以呢 我們藉由這個 複合式的訓練 然後幫助你 全程腹部都是緊收的 然後可以幫助你燃燒 你的全身的脂肪之外呢 提醒你 時時刻刻 收小腹 其實 男生跟女生在做的東西啊 本來就會有一點身上不一樣 雖然那個 主架構 不會 都在這裡 不會偏離 但是有時候 女生可能比較適合 做一些動作 不要去跟男生全部一模一樣 那有時候 男生也是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不要讓自己身體習慣 如果我今天一直習慣這個訓練的話 可能身體 他久了 他會去適應 身體會強化嘛 但有時候你要去做一些落差 很大的東西 然後你的身體 我覺得會進步的更多 線條也會更好看 不會這麼硬 對不對 對 那會希望立伴的 線條也很好看嗎 當然 你看我 我選這個線條這麼好的 吃喔 加分 哈哈哈哈 對 你會想要立伴的 就是 撞撞的 進去 對啊 我常常說 為什麼你的屁股那麼小 可 屁股大小齁 其實那是基因 對不對 那我說為什麼那麼不圓 那麼不圓 其實我屁股很圓啊 哪裡 有不圓嗎 有不圓嗎 不要拱腰 我不拱腰不拱腰 有不圓嗎 其實還不錯啊 哪個東西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教下一個動作 大家在健身房常常看到 會有人會用做槓鈴做硬舉 但是呢 當你硬舉起來的時候 比較難再接二頭的動作 所以我們用啞鈴來替代 然後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幫助你做到你的 腿後 然後臀部 核心 二頭 一次做完 對 我們先把啞鈴拿好 對 然後腳佔那個 與肩同寬就好了 不用太開 對 然後我們來走 一樣做槓鈴式的 把它換成啞鈴而已 來做 GO I'm a bad bitch everyday of the week If I hop up on the mic, they gon' play it on repeat Cash a hundred milli check, I get paid just to breathe Kill it 24-7 cause I slay in my sleep Lames Cash a hundred milli check 所以我們在一起久了 然後這邊就是虛平 你看 你跟家裡的懷疑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兩個不適合 但是是不是因為有一個相同的興趣 就還是可以維持那樣子的連結 我覺得興趣很重要 就像我們是剛好都喜歡健身 因為我們在健身房認識的嘛 他來跟我搭訕 你不要再講明明就是你 一直都要講是我搭訕你 反正就是他搭訕我 然後反正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嗜好就是打拳 雖然他覺得打拳很難 然後但是我在做這個運動的同時呢 他會來陪我 他會來幫我做紀錄 那其實所以我覺得 我們去找一個共同的嗜好 可以為彼此的感情增溫 而不是因為現在都科技冷漠 加上工作壓力又大 又疫情 大家現在忙起來工作 想把錢賺回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顧到身體 然後正好又可以一起磨 一起練 嗯 給你拍 哈哈哈哈 快問快答挑戰 答對沒有獎勵 答錯有懲罰 讓我們看下去 為什麼 我最喜歡那顏色 我覺得你最喜歡 黃色 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穿藍色 太藍了 這你裡面先見我 我要怎麼 要懲罰什麼 抱著潘潘深蹲 抱著他深蹲喔 抱著他深蹲喔 你這樣掛上來喔 這麼刺激喔 你可以嗎 我可以啊 你不要讓我起翻喔 就新的一年 我就把你摔死了 我呢 會不會胖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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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要核心要處理耶 當然 嗯 才能穩住耶 你覺得我喜歡吃鹹的還是甜的食物 他喜歡吃我煮的 你就說你 我做什麼你都愛 對啊 對啊 真的是真的 我喜歡喝黑咖啡還是拿甜的 當然是黑咖啡啊 運動的人都喝黑咖啡啊 什麼 不是 但是我知道其實他愛家 哈哈 但我說你只有說錯了 那是因為健身才要喝黑咖啡 我喜歡的是拿甜 但當你說我喜歡喝黑咖啡 所以你 錯了 欸 這題目有陷阱吧 你每天都要來個三非黑咖啡的 那那沒有辦法 可以講 OK 我都想喝拿鐵 什麼加糖 什麼 Cappuccino 是 真的假的 那這好 太好笑 走 其實也是會累的耶 好 這一題非常簡單 請說出我們第一次接吻的地點在哪裡 誰知道啊 妳要不要說出來嗎 我跟妳講喔 這個收視率都會飆高 屁咧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知道 在他車上 是嗎 我們只是跟朋友出去唱歌 然後一上車 我就說 你怎麼那麼遠 真的啦 我喝酒會失禮 我馬背得到 可以 1 2 3 你怎麼那麼輕 你是不是要吃胖一點啊 不是說認真的嗎 這太簡單了吧 我夾壓 你怎麼輕的跟女生一樣啊 耶 訓練完了 那大家 有沒有把我們今天的訓練菜單記起來呢 儲存起來 嗯 要儲存起來喔 男朋友女朋友 如果你們現在還沒有運動的習慣呢 現在趕快 牽起你們 另一半的小手手 一起來建功運動喔 小手手 那個手腳很小啊 那個手腳很小啊 歡迎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訂閱健身工廠的頻道 可以關注更多訓練的影片 沒錯 掰掰 新年月快樂